大学专业怎么选 是每个人职业规划的开始 这绝不是什么华众俱宠 你高三毕业的专业选择 已经为你大学毕业的职业选择 预设好了前提条件 那个时候 职业规划也基本上就是围绕着 你的大学专业展开了 可选择性就没有那么大了 而现在高三毕业就开始你的职业规划 你的可选择性就非常的广阔 每年的毕业生和家长们 在高考后头等大师就是选专业 不论成绩是好是坏 上个大学是大家公认的 本科也好专科也好 总归都是要上个大学的 因为90%的家长 他们的观念中仍然觉得 上大学就能找工作 不用在家里下苦力了 所以上大学不是目的 只是作为一个找好工作的跳板 以现在的就业形势来看 工作好找吗 咱们先来看看目前的就业形势是什么样的 2021年全国普通高校 毕业生规模预计将达到909万人 比2020年增加了35万人 创下了历史新高 就连政府都意识到了就业的严峻性 比如教育部关于做好2021届全国普通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中就说 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复杂严峻 就业工作任务坚决 不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教育部的这个通知 这个标题的后边写了这么一句话 说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所以在这里也为家长们指明了两条路 孩子将来毕业可以就业也可以创业 毕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这是政府都支持的 相信以就业和创业为参照来决定专业选择的方式 我这估计是读一份 但也能为孩子的选择专业这件事上 能多一个思考的角度 我们以最终孩子的理想生活状态 来倒推专业的选择 一样米养百样人 人人都不同 有人腼腆 有人行动力强 有人善于交际 就专业的好坏而言 并没有一个放置四海而皆准的一个准则 而性格是经过了18年的魔力 基本上是定型的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 就我自己而言 高三的时候 问前排一个长得好看的女生的问题 还会脸红 甚至还会同桌调侃 可后来工作 在山东邻宫做过一年的业务 后来练的脸皮都皮糙肉厚了 但对于大部分人而言 性格的改变是很难的 从孩子的具体的性格引申出来 他将来想要过怎样的生活 有人喜欢按部就班 那有人就喜欢纵横百合 各种各样的规划都有 然后从这些规划中去寻找合适的专业 首先呢 喜欢按部就班的人选择专业类型 就可以先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 到社会上 然后进行实操 比如理工类的 比如土木工程 机械制造 再比如说是医学 师范类的 然后到社会上去找到工作后呢 慢慢的在实际工作中去积累经验 属于后期勃发型的 这种发展路径 发展方向呢 是成为自己专业领域内的佼佼者 成为专业技能者和管理者 未来的生活也是过得很滋润的 其次 对于那些不愿意一直为别人打工的人来说 但也不喜欢太大折腾的人 就可以选择那些门槛不是很高的工作方向 比如广告设计这个专业 毕业后呢 先到广告公司去工作 积攒经验和原始资本 当有条件的时候 就可以自己开个小店或小公司做老板 因为这个行业的门槛是足够的低 也能摆脱为别人打工的这种现状 再比如采矿专业 如果你选择了这个专业 将来还从事这个行业工作的话 那么几乎99.999%的人 将来也只能去作为一个打工者 只不过是初级打工者 还是高级打工者的区别而已 最后呢 对于那些不安于现状 异想天开的人 则要考虑的是有创业属性的专业 当然在这里说有异想天开的 绝不是一个贬义词 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敢想 连想都不敢想的人是绝对不会拥有创业的这种基因的 所以这里也要给家长朋友们一点建议 不要觉得孩子有些想法感觉天马行空 说想成为千万富翁 说想成为像马云马化腾那样知名的企业家 都是不靠谱的 孔子教育学生有句话说 取乎其上 得其中 取乎其中 得其下 取乎其下 则无所得已 有目标去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并付出行动 无论成败都不应该被指责 这类人的行动的第一步就是专业的选择 自然在专业的选择上也要有足够高的天花板 才能承载起你的梦想 比如工商管理这个专业在普通人眼中就是个鸡肋 咱们先把那些准备接手家族企业的富二代排除在外 普通人选择这个专业必须要有点梦想 否则这个专业在以后找工作的时候 确实是不太好找到对口的 工商管理这个专业就被称为是万金油的专业 因为他啥都学 经济 法律 企业 管理 金融 覆盖面很广 说他鸡肋 因为他没有哪个方向是特别的专注的 特别精的 你有学经济的懂经济吗 你有人家学法律的懂法律吗 所以在普通的人才市场上 这个专业就好像是什么都能干 又好像是什么都干不了 但是如果你是个想走创业路的人 这个专业就会存在很大的优势 因为想创业的人 他必须是有着非常开阔的眼界 不能是只限于自己的专业之内的事 这研究研究那悄悄 再比如营销策划这个专业 这个是距离当老板最近的职业 懂得营销策划 就相当于抓住了卖产品的方法 一个产品能卖出 换个产品也到这样可以卖出去 所以这也是距离创业最近的人 还有一些亚科毕业就没有打算找工作的 就想先创业 但又没啥资源 这种的其实就可以在学校期间直接创业 比如影视传媒这个专业 边学边干 干不了专业的影视拍摄 但就拿自己上学的时候所学的拍摄 策划脚本等等的专业知识 就已经秒杀了市面上大部分的做视频的人了 做做自媒体短视频创业 一部手机 一台电脑一个三脚架 就可以在学校开始自己的创业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赞成大学生创业 觉得他们没有经验 没人脉 没资本 反正这是要啥没啥 可是要知道 既然选择了创业的道路 他就肯定知道 自己选择了一条大起大落 没有安稳日子的路 失败 对于创业者来说 那是稀松平常的 什么都准备好了 一次创业就成功 那就不叫创业了 在视频的结尾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西瓜视频发起的知识创作人第五季的活动 我也受邀参与其中 成为了本次活动的宝藏安利官 我今天要跟大家安利的宝藏创作人 是所长林超 他的作品知识密度非常的高 看一眼就让人欲罢不能 也希望大家都来投稿 视频中如果说出 投稿你的西瓜代表作 成为西瓜知识宝藏创作人 这句话还可以得到官方运营的推荐 同时也想安利一下我自己上半年的一个代表作 金融战争 国际游资做空人民币 中国果断发起自卫反击战 这支视频 这个视频让我们感受到 在国家一片祥和的背后 也暗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一些坎坷 居然搜一碗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